眼前,一张布满鲜花,玩具摆尖的小床,一只刚离世的金毛犬安静地躺着,它的仪容和毛发都被细心打理过。 面对狗狗的离开,主人泣不成声,一遍一遍地抚摸着狗狗的身体。 这是记者在顾阳市一家宠物殡仪馆里见到的一幕。 温馨简短的告别仪式后,正是名叫桑尼的狗狗被送入火炉进行火化,把狗狗体面送走的人是宠物百度人杨丹和他的团队。 鲜花告别仪式服务,让主人,他们跟狗狗有一个很融洽的一个场景,去做一个最后的告别。 也是我们阳光花园所有的同仁和他的主人一起去送他最后一程,让他有尊严地离开。 刚投身宠物殡葬这一行时,身边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杨丹,认为为死去的动物伴葬礼很矫情。 养丹最后值得叫上几个朋友。 在离家不远的山上挖了个四米深坑,把这只名叫霸王的狗狗安葬。 霸王的离开让杨丹触动很大,在那之后,他开始关注宠物殡葬行业。 三年来,杨丹先后到北京、上海、重庆等地考察宠物殡葬行业, 并于2018年在贵阳办起了阳光花园宠物殡仪馆,提供上文接送、仪容整理、心理辅导、鲜花告别仪式、 蜈蚣害火化、存饭骨灰盒、纪念品制作等服务项目,尽其所能给每一只宠物最好的告别。 而自打入了这一行,杨丹几乎没睡过几个安稳觉,很多客户经常半夜打电话过来,哭着求他把宠物接去火化。 无论白天黑夜,只要接到电话,杨丹和他的团队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客户家中, 痛失过爱犬的他,太能够体会对方的悲痛和无助。 杨丹说,开店一年多来,遇到过各种感人的故事,也让他更加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。 对他而言,开办宠物殡仪馆,已不仅仅只是为离尸的宠物提供一个火化场所。 他想以一名爱狗人士的需求去不断完善这个平台,希望在做到无害化处理的同时, 可以为一些流浪小动物们提供最后的归宿。 现在流浪狗的这个数据是直线上升,很多人他因为喜欢买了,然后不负责任就随便遗弃的这种情况。 那么这种流浪狗狗的话,他如果是被这种病毒所传染的话, 众所周知,是没有人愿意去主动去承担这个费用给他们治疗。 现在大多数流浪狗都被流浪救助站那边救助, 那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。